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方围读报 我是Jennifer 三中全会过后 习近平的亲信不断被清洗 权威重挫的传闻甚嚣成上 网上还传出他答应恢复接班人制度 顿时习近平的接班人 又开始成为问中瞩目的焦点 有分析指 温家宝在十一招待会上做习近平声策 以及胡锦涛的另类亮相 是习近平向团派妥协的信号 中共内部的内斗会随着接班人之争而加剧 有人预估很可能有李强任书记 胡春华任总理 但也有人分析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林可能接班总书记 更有人认为张佑霞孔鞋枪杆子上位总书记 因为近期中共内部发生许多反常事件 例如温家宝与李月环在十一招待会上坐在习近平的两侧 习的亲信不断落马 废太子胡春华高调复出到内蒙古视察 还发表了一篇向习近平表中的文章 另外李强访问越南时被越南高规格接待 还在越南官媒抢袭的风头 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在自媒体表示 习近平的接班人在网上突然成为热门话题 他指出习近平似乎已经和团派达成妥协 以自己在二十一大退位为条件 换取团派保障自己的安全 而团派也将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不久前 温家宝在十一招待会坐在习近平身侧 而且两人交谈甚欢 习近平反改革支持文革 而温家宝刚好相反 这次温家宝满面笑容 背后肯定有原因 另外中共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 遗体火化仪式上 中共官媒提到七名政治局常委 及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 并称中共前党魁胡锦涛送花圈 张天亮认为 胡锦涛以另类方式亮相 是习近平向团派或改革派妥协的其中一个信号 香港流亡企业家袁公怡接受采访时表示 三中全会之后 他就预测了习近平会退出 因为习知道自己搞不定经济和军人指挥 他们在北戴河已经达成协议 习现在是隐退 下一届他不会连任 元老们叫温家宝出来为习安排后事 袁公怡表示 习近平毁掉了整个中共的政府架构 虚化国务院架空了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角色 他高了十多个小组 全部由他当组长 党的架构 政府的架构全没了 全部由他说了算 现在是温家宝出来收拾席的烂摊子 大家开始听到党内争得不得了 大家都在争作总书记和总理 有消息是 李强有机会做总书记 我听说胡春华做总理的机会很大 中国问题专家吴问新表示 越来越多红二代对习近平不满 他们联手军方的人和政治老人 形成了非正式的联盟 全面反击习近平 所以他认为习近平是被逼让步 可能习近平中过风 这些反习派就趁机逼习近平 最后习被逼放弃军权 名义上习仍是军委主席 但真正掌军权的是第二把手张右侠 之后张右侠还会见了到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接着还发生了许多习近平亲信落马的事件 吴文新说 很显然习在军队的势力正在被削弱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谁掌握枪杆子谁就有权力 如果反习派成功将枪杆子夺下 习近平就没话讲了 只能够让步 此外 习近平的身体出问题的状况已经掩盖不了 这从他在开会时桌上必备两杯茶水可以看出 另外 他在8月19日接见访中的越共总书记苏林 被越南通讯社拍到头部右下方出现一个脱发区域 以似刚刚接受过开颅手术 也引起他第二度中风的传言 因此 中共为了保党 为了防止习近平出事后 中共属于无人机状态 而正在急着确定习近平的接班人 有消息指 习已答应恢复接班人制度 外界猜测 届时 中共内部肯定会为接班人选斗个你死我活 如果习近平在21大退位 中共的内斗将加剧 各个为当接班人抢破头 张天亮认为 胡春华成为接班人的希望不大 希望最大的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林 陈吉林会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包括习近平 蔡奇 胡锦涛和温家宝 另外 张又霞可能也想争一声 再体现一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因为近期传说他掌控了军权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后一直下落不明 独立时评人蔡胜坤透露 她得到最新消息说 秦刚已软着陆 她的政治待遇保留复部级待遇 10月15日 蔡胜坤在集资媒体节目中表示 这个消息来源非常准确 非常可靠 秦刚已经软着陆了 而且生命安全有保障 未来可能会过着身躯减出的生活 她的政治待遇享受之前的复部级 秦刚在2023年6月底失踪后 有关她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的桃色丑闻 吵得沸沸扬扬 两人的美国籍私生字也随之曝光 蔡胜坤透露 用通俗的说法 秦刚只是没有管好下半身 又遇上了傅小田这个不省油的灯 当时现任中共中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察委主任刘金国 本来想找秦刚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委 没想到秦刚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压力 做出了自杀的举动 蔡胜坤表示 虽然在301医院抢救过来 但大力提拔秦刚的习近平和彭丽媛都觉得很窝火 如果她不选择自杀 主动跟两人说清楚 这件事情可能就一笔勾销了 而傅小田本身就是国文系统的线人 对外泄露秦刚的丑闻 有损党国形象 但是秦刚选择自杀 姓氏就变了 习也没办法向党内做出交代 只好免去其职务 但秦刚在政治立场上 在贪腐问题上都没有问题 特别是对习的忠诚度很高 在外交部找不出第二个人 蔡胜坤说 最后习近平放秦一马 对傅小田就是严惩 可能在狱中要度过很多年 秦刚于2023年7月25日 被免去中共外长职务 10月24日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 今年7月18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 秦刚被宣布免去中央委员的职务 不过官方仍称协为同志 秦刚被失踪 被免职 中共官方一直不对外说明原因 这期间有关其生死问题 备受外界关注 华盛顿邮报9月8日引述两名美国前官员的消息是 58岁的秦刚目前名义上被分配到了中共外交部下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任低级职务 此次降职就是失宠 但也意味着他摆脱了困境 随后该消息被指示摆乌龙 9月10日有北京消息人士向香港明报称 世界知识出版社却有一名职员秦刚 但只是同名同姓 前外长秦刚并未到该出版社工作 前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明去年曾爆料说 他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天有过接触 秦刚和傅晓天的暧昧早在2017年6月意大利驻北京使馆 向傅晓天颁发此惊奇事勋章的时候就出现了 当时秦刚以中共外交部助理部长的身份出席了这次活动 据说明说2018年两人就好伤了 随后由于秦刚无法兑现离婚的承诺 2019年两人一度分手 分手后傅曾威胁秦刚还到处去告状 中共高层圈内人都知道 疫情期间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和好了 据秦秦刚还给傅写了承诺书 中共国家统计局10月13日发布的9月份经济数据 让外界担忧 中国的通缩在加剧 专家们对此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通缩 也有人认为实际是通胀 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最近中共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 对缓解中国经济困境未必有效 在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中 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4% 为三个月来最低涨幅 也低于路透社此前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 同时9月份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为半年以来的新低 同比下降了2.8%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已经连续两年陷入通缩区域 法新社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都认为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通缩在加剧 身处中国中部某城市的小林告诉记者 她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感觉到是在通缩 我有时候出去吃饭也感觉到餐馆比以前贵 一下子就一两百了 至少餐馆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 不少网友也在微博 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反映 出去吃饭或购买日常必需品 没有感觉到通缩的痕迹 价格并没有怎么降 甚至有点东西还略微上升 但消费者也注意到 汽车这样的大宗消费品价格今年以来普遍下调 从2023年开始 各家汽车生产生就在打价格战 包括电动车 燃油车等进入2024年以后 仍在持续降价 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升幅趋缓的趋势 美国经济学者洪大卫分析指出 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方式与美国不同 日常消费在其中占的比重比较大 它涨的原因是水电价格在增加 经营成本在增加 政府的税费没减少 但它的涨幅回落 是因为总体消费力不足 然后就是房租的确在下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商品房价格延续去年以来下降的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二三线城市在八月跌幅明显扩大 一线城市也只是降幅收债 但商品房价格并没有计入 中国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当中 黄大卫认为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 消费力不足也是其重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消费力不足导致价格内卷 另外就是出口到亚非拉国家的 产品质量要求不高 导致产品价格下降 第三就是要通过转口 或者小邮包的方式出口 出口价格也在下降 他举例说 以廉价商品为主的 拼多多旗下的特募公司 就是以小邮包的方式出口的 但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蒋习教授谢田则认为 中共政府一直在通过印钞向经济输血 实际上中国应该是通涨的 按理说市场上这么多钱 小商小贩他们的经营成本也在上升 他们的价格本来是应该上升一点 才是正常的 但现在上升不了 就是因为竞争系列 内卷 所以它不涨价实际上就是降价了 谢田分析说 美国也在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发展 但中国印钞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中国经济只有美国的60% 但中国货币的发行量实际上是美国的两三倍 所以它一定是通胀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Q在三月底就已经超过300万亿大关 消息传出后就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的极大关注 但货币超发却没有引起市面上看得见的通胀 对此各方有不同解读 谢田说 很有可能大量的超发货币是被贪腐的官吏藏匿 你去看那些贪官 随便抓一个局长 处长 不是那么高级的官员 他家里的现金都是上亿 他补充说 这些贪官不敢把钱放在银行 往往藏在家里 黄大卫的看法相似 他告诉记者 像肖建华的明天系 他是过万亿的贪腐资金 他没有被投放市场 都是锁在自己账号里 黄大卫还认为 中国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归根到底是一种计划经济 这种体系看重国有企业 他的银行贷款 银行头寸 相当一部分是沉淀在国有企业地方财政里 他说 中国超过300万亿的广义货币量中 只有差不多七八十万亿是投放在市场里 从9月底开始 中国政府不断释放信号 要通过大规模的产生投入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路透社的消息披露 中国财政部将推出2万亿特别国债 部分用于刺激消费 部分用于帮助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华盛顿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钦认为 中国政府对于采取财政慢贯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可能也是投鼠忌器 内心很矛盾 其实中央政府可以无预警地印很多钞票 但它不敢投放 一旦投放 国家的中产以下所有人的财产都会被袭解 这个时候肯定会产生社会动乱 他说 中国政府又不希望民众知道现在是通缩 所以又要求媒体不报道通缩的存在 谢田也认为 中共政府深知 如果再次开启印钞通道 造成恶性通胀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很害怕这一点 因为很多政权毁灭都是因为疫情造成的 但中共政府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他强调通缩实际上是给老百姓的烟雾弹 就看算法是怎么算的 随着交易员为川普赢得激烈的美国总统竞选 并可能对中国出口征收关税的风险做准备 10月15日 离岸人民币竟然突然大幅下跌 跌破7.1关口 衡量人民币波动预期的指标更是徘徊在近两年来的最高点 衡量一个月内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波动率的隐含波动率 接近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数据与两周指标之间的差距为2011年以来最大 表明交易员预计11月5日的美国大选将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由于各州民调显示 川普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之间的竞争势均立地 人民币交易员正在评估他们的政策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尽管贺锦丽并未暗示对贸易政策有重大变化 但川普则支持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基础关税 并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川普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尤其是在六个关键摇摆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 这足以让市场参与者增加关税对冲和贸易表达 Piper Stone集团研究负责任Chris Weston 14日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们注意到 这主要体现在期群市场中 对美元 人民币 美元 墨西哥比锁的一个月波动率需求增加 欧元对美元波动率需求略有所减少 中国货币市场对川普可能当选总统的紧张情绪并非没有先例 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他的政策特别是对中国出口征收的关税 在2019年8月将人民币推至10年来的最低垫 这些关税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导致贸易顺差形式的资本流入减少 从而损害了人民币 历史上的民调误差让我们淡化了喝紧力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 ABRDN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Peter Brenner表示 川普的当选将意味着更高的收益率 更高的通胀 更强的美元 以及对股市的模糊影响 投资组合需要考虑并管理这些风险 美国大选也在推高其他货币的波动性 14日当天 欧元 墨西哥比索和广泛的美元波动率指标均有所上升 台币的波动率也接近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点 目前在现货市场上 人民币尚未显示出恐慌抛盘的迹象 以色列积极打击尼巴嫩真主党 已有数位尼巴嫩高层被歼灭 最近网传以色列又消灭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新指挥官 X账号Nikita 10月15日发文表示 真主党军事部门金瑞旅拉德万部队的新指挥官阿西里 近日被以色列承受 相关影片显示 人们将一具烧焦的遗体从毁化的车辆中弹出 该车严重变形的模样明显是遭到袭击所导致 X账号Alex陈指出 现在真主党不仅出现了人员装备短缺 短程和中程导弹只剩下三分之一 且又遇到了15亿美元线钞和2000磅黄金被炸的窘境 处境愈发不妙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视察黎巴嫩南部以军事声称 真主党将被消灭且永远不会再建立 Alex陈强调 苟延残喘的真主党将联合驻黎维河部队登座人盾 联合国助理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存在46年 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也生效18年 部队却始终未能执行相关决议解除真主党武装 随着真主党这些年不断发展壮大 联合国助理部队不仅执行不了联合国决议 就连帮助黎巴嫩政府军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作用也没有做到 使人们开始怀疑真主党与联合国助理部队的关系 类似哈马斯与联合国进东救济工程处的关系 网上有影片显示 以军在最新行动中发现一处真主党武装的地下隧道 在联合国助黎巴嫩维河部队驻地的附近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 将连离部队从黎巴嫩南部撤退 否则助黎部队将成为真主党的人质 内塔尼亚胡还说 若助黎部队再不撤离 若发生以军误声助黎部队的情况 也不能责怪以色列 对此Alex陈评价 以色列消灭真主党的决心 即使是助黎部队也无法阻止 另外 以色列国防部14日称 反击伊朗的行动将在完成与美国的对接之后 美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将于15日抵达以色列 随行美军15人 根据韩联社最新消息 稍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于15日稍早表示 北韩已经展开爆破作业 炸毁连接南北韩之间的金义县 东海线铁轨和道路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向著南韩国防部记者团传送文字讯息 称 北韩已于今日上午爆破金义县 东海线等 位于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南北韩之间连接道路 我均正强化监控与警戒 据悉 其实北韩从去年11月起就展开相关作业 透过在道路周围埋设地雷 拆除路灯与铁路等方式 来达成物理性阻断南北韩之间的陆路连接 南韩联合参谋议长金明秀本月10日在国会接受 国政经查时便公开南韩军方掌握的照片 指出北韩从8月起就封锁金义县与东海线 南韩统一部稍早发布声明 北韩四年前以脱北者公民团体空漂传单为借口 在一期之间 单方面炸毁 曾由南北韩联手经营长达一年 位于开城工业区的南北韩联合办事处 如今再度开展 对于北韩展现出如此退化的举动 我方感慨万千 金义县 东海线铁路与道路 皆是在南北韩领导人峰会结束后 象征南北韩合作的产物 在北韩的请求下 透过借款方式兴建 耗资达1亿3290万美元 南韩统一部提醒 再度重申 北韩仍有必须偿还债务的义务 再度强调 炸毁连接南北韩的铁路 公路 其所有责任在于北韩 据悉 南韩文在寅政府过去在金义县 东海线铁路与道路修复工程中 曾经投入1800亿韩元的税金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